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正經熱點 今天是美國時間5月26日 星期五 今天的主要內容有 最近兩天 人民幣匯率大幅下挫 再次破期 引起了市場廣泛關注 大陸地產開發商萬達集團日前傳出將進行裁員 並考慮出售多達20個坐落在中國富裕地區的購物中心 韓國今年公寓 多戶型住宅等共同住宅的公市價格 較去年平均跌了18.63% 跌幅創下歷史新高 日前鄭州煙草研究院發布的一則用人公告顯示 三人畢業於清華北大 七人是博士 引發熱議 中國已有17個省市公務員 通過數字人民幣發放工資 但數字人民幣仍有一大問題未解決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人民幣匯率暴跌 讓人急被發糧 這絕不是陰謀論 最近兩天 人民幣匯率大幅下挫 再次破期 引起了市場廣泛關注 影響一國匯率因素 從最基本講 無外乎國際資本流動和經濟發展狀況 兩個因素 去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也一度大跌超過期 在當時主要是由於美國大幅地連續加息 利息差導致了資本回流美國 從而推高了美元對人民幣匯率 當然 這個過程也一定夾雜著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 以及宏觀政治環境不穩定等因素的考量 但這一切在中國改變了防疫政策後 很多不確定性迅速消失了 美聯儲加息進程也進入尾聲 人民幣匯率出現了大幅反彈 理論上講 在基本面延續前期利好的情況下 人民幣對美元沒有大幅貶值基礎 所以 最近人民幣匯率下跌 究竟是怎麼回事? 事實上 從國內外環境來看 確實難以樂觀 對外 美國經濟是否會衰退?世界需求是否在萎縮? 美歐國家對中國技術封鎖是否會加劇? 對內 經濟復蘇動力不足 汽車產業惡性競爭破壞經濟穩定 失業率高 百姓消費需求難以釋放 面對現在這麼惡劣的宏觀環境 我們卻沒有太多應對辦法 除了這些經濟因素 讓很多外資對中國望而卻步的其實是政治因素 在世界上越來越孤立 尤其是去年兩會後 外資正在加速從國內轉向東南亞 對比這兩年因此崛起的越南 其在政治的改革有目共睹 相對開明的政治環境是越南被外資青睞的重要因素 短期來看 在經濟沒有太多起色背景下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下行趨勢恐怕不會改變 雖然人民幣貶值有利於出口 但同樣也抑制了進口 貿易順差可能進一步擴大 國際收支不平衡恐怕又會帶來很多國際非議 剛傳出裁員 萬達集團再考慮出售中國20個購物中心 大陸地產開發商萬達集團日前傳出 將進行裁員 香港信報24日引述外電報導 萬達集團考慮出售多達20個 坐落在中國富裕地區的購物中心 以改善流動性緊處問題 知情人士表示 萬達集團已經接觸潛在投資者 其中包括保險公司和資產管理公司 洽談有關分拆該集團在江蘇 浙江和上海的幾個購物商場 消息人士稱 依據所在的地點和業務情況 萬達希望每座購物商場的估值能達到7億至8億人民幣 其中一個在上海的商場甚至估值可能高達10億元 知情人士又表示 該公司還可能探索其他選擇 包括出售購物中心的股份 該人士表示 萬達可根據投資者的需求出售該地區更多的購物中心 此前 網傳萬達集團計畫在6月前啟動大規模裁員 估計比例約30% 萬達集團20日發布官方聲明稱 萬達的確在進行人員優化 涉及個別部門的壓縮 但是沒有大規模裁員 有些部門人員還在增加 亞洲這國房價真的崩了 永遠漲神話破滅 開啟跳樓模式 據《亞洲日報》報導 韓國今年公寓多戶型住宅等共同住宅的公市價格 較去年平均跌了18.63% 跌幅創下歷史新高 在首爾 部分公寓價格跌了30%至40% 而成交量更是暴跌70%以上 自此 韓國房價連續第11個月下降 創下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新記錄 在此之前 韓國房價剛創下歷史新高 無數人湧入房市 在首爾永遠漲信念支撐下瘋狂加槓桿 過去幾年 韓國是全球房價漲幅最猛國家之一 作為首都首爾的房價更是月居世界第二高 2016年以來 韓國房價整體上漲80%以上 而疫情最嚴重的2020年到2021年 韓國各地房價普遍上漲40%以上 首爾房價翻倍的更是比比皆是 報導指出 韓國房價崩盤有四大導火線 一 經濟走軟 全球經濟衰退的風險升高 仰賴外貿的韓國連續出現出口負成長 並出現了史上第二漲貿易逆差 僅次於1997年前後 經濟疲軟進而波及到房地產市場 二 人口崩盤 去年生育率降至有紀錄以來新低 在OECD排名倒數第一 三 全球大升息 四 難以支撐的居民債務 據AAF國際金融協會資料 韓國2022年家庭債務佔GDP比重達104.3% 據亞洲國家之首 熱議招聘公事 三人畢業於清華北大 七人是博士 近日 中國煙草總公司鄭州煙草研究院發布了一則 鄭州煙草研究院2023年公開招聘錄用人員公事 公事的內容引起了網友的熱議 公事內容顯示 鄭州煙草研究院於2023年4月23日至28日進行了面試 錄用了11人 11人中有3人畢業於清華北大 有7人是博士研究生學歷 針對以上信息 網絡上也產生了熱議 煙草研究院是否需要這麼高的學歷 清華大學的博士去研究煙草 是否有點大財小用 浪費了人才 針對網友的熱議 5月23日下午 鄭州煙草研究院相關工作人員回應稱 我們研究院是科研單位 科研單位招碩士 博士是很正常的 掐起來了 長城汽車指控比亞迪汽車不符合環保 電動汽車巨頭比亞迪在一份聲明中說 我們的產品和相關測試都符合國家標準 並得到了國家權威機構的認證 法新社週四報導稱 中國媒體一個月前透露 比亞迪的競爭對手長城汽車向中國環境部提出投訴 長城指控比亞迪兩款混合動力汽車涉嫌不符合蒸發性污染物的標準 即油箱中的汽油蒸汽含有污染性 根據中國中部城市長沙5月8日的一份簡短公告 一個環境檢查小組訪問了比亞迪公司在長沙的一家最大的工廠 檢查氣體排放 據中國媒體《鳳凰科技》報導 居住在該工廠附近的數十名兒童出現流鼻血和惡心症狀 他們的父母也注意到涉案工廠裡傳出的刺鼻氣味 消息稱 長沙市政府在檢查後沒有公布調查結果 比亞迪汽車也拒絕對此事發表評論 嚴禁討論 中國17個省市公務員領新數字人民幣 已大提未解決 今年4月下旬 官媒高調報導 長暑市公務員 事業單位員工5月份薪水以數字貨幣結算 作為試點項目 中國已有17個省市公務員薪水用數字人民幣支付 奇怪的是 未見那些領到數字貨幣的公務員或事業單位員工發表相關評論 關注數字貨幣的業內人士馬廷 本週四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採訪時說 數字人民幣目前有難以克服的障礙 他說 它沒有一個離線狀態 就是不聯網情況下使用的硬件 就是你不聯網的時候也支持的離線模式 沒有這樣一個硬件 你只有能離線使用 才能成為真正的貨幣 馬廷說 目前 數字人民幣無論在線支付 還是離線支付都遇到了問題 在線時會發生擁堵 比如區塊鏈 比特幣的交易 在大規模交易情況下 其實會出現擁堵的 會擁堵1到2個小時 那麼非區塊鏈也會有線上擁堵 這一點我們實用時有此經驗 我不認為這些非商業化機構做出來的東西比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好 數字人民幣之所以沒有大範圍推廣 最大的阻礙是技術原因 文章寫道 數字錢包起初在設計的時候是以離線模式為主 通過線下的智能設備來支持交易 但這需要在手機內置一個硬件 或者單獨購買一個智能設備放在身上 但這種硬件設備是有可能被破解的 一旦被破解就會造成很大的麻煩 即使數字人民幣支付具備了離線模式 那麼撿到智能設備的人可以立即任意消費 這比帶現金出門遺失錢包的損失更大 馬廷說 我沒有看到他們使用數字貨幣的體驗 因為現在公務員不讓他們上網發評論 所以他們不敢亂說話 抱怨 數字貨幣現在都是公務員在用 樓市經現副首付 近日在大陸多個社交平臺上出現了副首付 反首付等營銷話數 例如 房產價格520萬元 但可以向銀行貸款570萬元 這樣購房者不僅無需付首付 還能拿到50萬元作為裝修款 5月24日 買房限付首付被推上熱搜榜 這一做法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 網民表示 只要房價不降 別的都是白搭 貸款越多 還的越多 據《中國證券報》報導 從多方瞭解到 通過開發商反首付 做高合同價等方法 一些房產看似可以做到零首付 第一首付 乃至副首付 但也面臨財務和法律風險 這套房子評估價是570萬元 但業主低價賣賣520萬元 你可以在銀行貸570萬元全款買這套房子 還剩下50萬元裝修 房產仲介王女士表示 其代理的一套深圳羅湖區的房產可以做到副首付 針對近期零首付 低首付 送首付 首付貸 反首付等首付模式的出現 上海一局房地產研究院研究總監嚴越晉說 這是營銷領域亂象的體現 中國職工工作時長創20年新高 網友表示 連戰俘都不如 中國國家統計局近日公布的數據顯示 今年4月份 中國全國企業的就業人員每週平均工作時間高達48.8小時 達到20年來最高值 這意味著 如果按照每週5天工作制計算 中國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平均每天工作時間接近10小時 在深圳工作多年的陳小姐 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採訪時 向記者講述了她兩年來的工作時長 從事廣告行業的她表示 在不加班的情況下 她每週的工作時間就是5天40小時 但是在每年1 3的時間中 她都需要加班 每週工作超過50個小時 甚至有工作到午夜之後的情況令她感到十分疲勞 在談到加班的待遇時 她說道 加班時間是很長的 但加班通常都是沒有加班費的 就只是給你一些參補 一些交通費而已 在廣州從事新媒體工作的何先生說 她在加班時是沒有加班費的 只能報銷一頓飯和打車費 何先生表示 加班現象不只出現在企業中 在她的社交圈子中 做政府公務員的朋友在節假日或雙休日也會時不時被領導叫去加班 這也是很常見的 有網友調侃道 這代表著我們連戰俘都不如的意思嗎? 以上就是本期阿波羅網政經熱點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點讚 轉發 留言和贊助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安心這個月就發現我們的同樣 一些不同的空間 我們現在在堂所意見 刊緊的對象 我們在乾淨世界開了 remembered閨啊 我們在爬得了 跟著說字明點的那樣